所以由贈品去到目前市面上最貴最硬正最快的SD卡用於 Sony 的 A7 III 有什麼分別呢?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The Wave 的頻道 今天我們有 A7 III 和 3 張 SD 卡 首先有同級最貴最硬正最快的 Sony SFG 系列的 TUF 128GB 讀取速度最高300Mbps 寫入最高299Mbps 然後就是買相機的鎮品 Toshiba Exeret Pro 64GB 讀取速度最高90Mbps 寫入最高75Mbps 然後就是 Samsung EVO Plus 256GB 讀取速度最高100Mbps 寫入最高90Mbps 首先我們的測試對象是 Sony 先格式化 然後就是 RAW 加 JPEG 沒有阿叔 RAW 超精細 JPEG 2400萬像素 3 2 1 開始 好了 這麼快就拍完所有Buffer Total用了 3.133秒 接著就是儲存時間 過了 19.96秒 Total 34 張照片終於 save 完 RAW 每張照片 48MB JPEG 每張照片 20MB 所以速度大約是 100Mbps 然後就是 JPEG 的測試 同樣格式化張 SD 卡 超精細的 JPEG 2400萬像素 3 2 1 開始 經歷了漫長的 14.741秒連拍 接著就是更加漫長的 1 分鐘 23.838秒 Total拍了 148 張照片 每張照片大約 20MB 所以速度大約是 30MBps 同樣流程 今次是 Toshiba RAW 加 JPEG 3 2 1 開始 Total用了 3.067秒 接著就是儲存時間 用了 31.932秒 用了 31.932秒 Total 32 張照片 終於 save 完 RAW 每張照片有 48MB JPEG 每張照片有 20MB 所以速度大約是 62MBps 接著就是 JPEG 3 2 1 開始 Total用了 15.071秒 接著就是儲存時間 用了 1 分鐘 17.539秒 Total 150 張照片終於 save 完 JPEG 每幅 20MB 所以速度大約是 32MBps 然後最後就是 Samsung 的 Micro SD 卡 加轉接器 同樣流程 先隔色化 然後就是 RAW 加 JPEG 3 2 1 開始 Total用了 3.166秒 接著就是儲存時間 用了 33.58秒 Total 32 張照片終於 save 完 Raw 每幅 48MB JPEG 每幅 20MB 所以速度大約是 59MBps 接著就是 JPEG 3 2 1 開始 Total用了 14.938秒 接著就是儲存時間 Total用了 14.938秒 Total 24.102秒 Total 148 張照片終於 save 完 JPEG 每幅 20MBps 所以速度大約是 30MBps 由上圖見到每一個測試 只要是 RAW 加 JPEG 拍照的速度都其實幾快 雖然其實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去到理論速度 我們見到在今次的速度測試裡面 最快雖然是 Sony 的 SD 卡 但都只是 100MBps 而去到 JPEG 就只是大約 30MBps 我估計可能因為影像處理器相對偏慢的原因 所以壓縮 JPEG 隨時 變相拖慢了寫入速度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有一個更新 可以解決到儲存速度偏慢的問題呢? 因為難得在相機用到 UHS 而讀卡器 同時 Sony 自己又出了一張這麼快的卡 為什麼用在自己的相機上不可以快一點呢?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就有空留言按個讚 訂閱我這個頻道會看到更多相關影片 以及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